便你对身体非常不好,但是一吃东西就想拉便便,也不好吧,吃完就拉,是不是一点营养都没有吸收? 吃完饭就产生变异,并不一定影响身体对食物营养的吸收,因为刚吃进去的食物还在胃部进行消化呢,拉出来的是之前的食物残渣。 但是,如果吃完饭不到两分钟就想咸咸,可能是一下原因,淋浴满性结肠炎,食物进入胃部,对胃黏膜产生刺激而引起胃结肠反射,结肠蠕动增加后就会产生态变感。 应对方法,积极,日常饮食选择容易消化而且刺激性小的食物位移,02肠益集综合征,没有任何体质性病变,也就是检查不出任何毛病,但是却表现出腹痛,腹部不适,排便习惯改变,分辨形状改变等症状,典型的一吃饭就想上厕所的现象。 应对方法,看医生,并找出肠胃不耐受的食物,尽量少吃或离开,03排便习惯,并养成系列,人的日常排便习惯是可以训练的,如果习惯性饭后排便,那时间长了身体会形成条件反射,只要一进食就产生变异,应对方法,另是排便时间,慢慢改掉饭后立刻排便的习惯,大多数人都嫌麻烦, 于是很纠结这个问题,去吧,可能也没什么大问题,也就普通的拉肚子,那岂不会费钱费精力备时间?不去吧,万一有个什么大病,耽误了该怎么办呢? 怪就怪导致拉肚子的原因是在太多,例如,气候感染,肠胃功能失调,肠胃炎,痴疮,肿瘤等等,有问题不严重的,也有病情很严重的,难以判断。 不过,若拉肚子时还出现这些症状,就应该去了,一剧烈腹痛,明确腹痛的范围,是左下腹,左上腹,右下腹还是右上腹,右或者是肚脐周围痛等。 辨别腹痛的频率,隐隐作痛,一阵阵的痛,胀痛还是脚痛等,反复发作还是间谨简硕或增强。 看医生时,准确描述出腹痛的具体情况,有利于病情诊断,按长时间腹泻。 腹泻这种事情,每人每年总有那么几次,多数可以自行痊愈,但是,如果腹泻较频繁,一天内出现三次以上爆发性腹泻,应该立刻去看医生。 三大便中代谢或粘液,痔疮导致出血,多数出现在擦翩翩的纸上,量很少,克罗罗病导致的出血程度也较轻,会让性结肠炎则可能是浓血状的出血。 平常大便中也有粘液,但是不明显,如果看到明显粘液,可能是肠益集综合征,或细菌感染导致的。 医生症状出现时,应该及时看医生,自体重莫名减轻,半腹腹泻可导致体重减轻,加上食欲不振,整个人会变得憔悴消瘦,但肿瘤患者也有短时间内体重明显下降的表现,需要引起重视。 偶尔拉肚子没什么大事,但如果经常拉肚子,还是找个时间,跟医生约个会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